你去巡轮吧 我上那边看看 是 你干什么呀 这妈 上厕所呗 你走 麻烦了 这两天通信特别忙 我帮您一份 不用了 我怕张组长看见 都说我好几次了 说让我工作的时候 认真点 怕什么 我又不是外人 再说了他现在也不在 这样 你来接 我帮你一 那好吧 傅秘书 喝茶 嗯 谢谢 最近这日子不太好过呀 快让张组长给逼疯了 可不是嘛 每天提心吊胆的 我说傅秘书 你可真给我涵养的 那天张组长 把你骂成那样 你都忍下来了 要换成我呀 非死了不可 我也是没办法 谁让我犯错误了呢 我看您可真是不容易 向您这职位 可以不用来值班的 您还提出来排班 帮我们分担工作 不值班的时候 还常常来帮助我们 您这次对党国 绝对得尽心尽力了 唉 张组长也真是的 我真害怕哪天 就出不了这 宪兵团的大门了 唉 你可别胡说 人家张组长 那是对党国的工作负责 我们得向他学习 再说了 他也不是个糊涂人 他不会冤枉好人 也不会犯过坏人 所以作为我们来讲 只要踏踏实实地 搞好自己的工作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告诉你啊 今天这些话 不要再跟任何人讲了 你跟谁说 谁不怀疑你啊 是 我知道了 唉 我有点饿了 我去买点吃的 你吃什么 饿了 想吃什么 我去买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随便 什么都行 来 唉呀 不用了 能求储秘书吃东西 是我的荣幸 那谢谢啊 谁知道你 去年了 胡委 terr Cut 第十字幕 escuch 灰 我的 对 融 你 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监视我 谁监视你了 我上厕所了 香雪 你看你大半夜舞刀弄枪的 你想吓死我呀 你到底是 你想干什么 你迷惑了 我是你小沈 快把枪放下 你吓死我了 你再不说实话 你信不信我一枪逼了你 哎呦 我的妈呀 我已经跟你说了实话了 我去上厕所了 上完厕所我就饿了 我想回去拿点钱 我又懒得拿了 我想起来了 刚才你往这寻查过 我就想跟你借点钱 不借钱你说一声 干什么要拿枪对着我呀 真是没大没小的 亏我还对你那么好呢 你没跟踪我 你躲着我干什么 谁躲你了 我躲那俩哨兵呢 你躲他们干什么 废话 大半夜的 我穿成这样 你让我在大道上跳舞啊 我要是让那俩哨兵拦住了 又得跟我啰嗦半天 你说我是想省事 还是想找麻烦呀 再者说了 我一看见你来这 就知道你来电报室了 我跟踪你干什么呀 难道你在这 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你少给我胡说 我就知道 你一直嫌弃我 猜疑我 我还怎么活呀 这不是楚太太吗 楚秘书 这到底怎么了 没什么 你感觉 起来吧 去那边去吧 你别管我 楚太太 你看我买了一些点心 起来一起吃吧 楚太太快起来吧 来 我吃什么呀 气一气饱了 吓一下饱了 啊 哦 哦 麻团啊 麻团我倒爱吃 来楚太太 我们进去投尸 哦 好 那不许进 机房重地 携人免禁 再给楚太太拿两个麻团 什么破地方呀 好像是愿意进似的 把我手都粘上了 借我两张纸吧 哎 那不许到 干什么呀你 吓死我了 楚太太 这是我们专门的易电纸 都是编的号的 不能随便乱动 我哪知道啊 楚太太 拿这个纸吧 哎 来 给我拿两个大的 好嘞 你家老厨也爱吃这个 谢谢 哎 这个楚太太 楚秘书 我们一起吃吧 我不吃了 饱了 你上厕所 我让你上这么长一些 给你 嘿 你上厕所 剩不几个麻团的 还得把纸给我 那黏糊糊的 操合吃吧 哪那么多毛病 喂 你给我洗壶啥去 自己没啥手啊 这娘们的脸 那六月的天 没说病就变了 哎呀 自己去就自己去 出相学之道 这一回 她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千错万错 她不该放李曼娥进电报室 百名一书 不该中了李曼娥的即将法 虽然她早就知道李曼娥有来头 也早就知道李曼娥无比难缠 但没想到 她这么专业 这么在行 她小看她了 那张电报室之上 留着她一将对 李曼娥收到的指定的痕迹 她必须找到它毁掉 不然后果 不敢设想 这个报出秒的事 没有 董主任 今天程老板送我一批好东西 你看你看你看 一点好东西就把她高兴成这个样子 你不要老查着程老板 兄弟城市也很缺货 你老查着她 她不抱怨我吗 别老想着枪 好好印你的传单 我知道 我这不是已经开始干了吗 爸 这样吧 今天就关门盘棉吧 上车上客人温度胃度 好 那我吃好了 好 老书 老书 老书娘有消息吗 我们刚才还在说呢 这几天一点消息都没有 没消息就是好消息呀 可是 这两天门口突然多了一群流氓在晃悠 好像也盯着宪兵团 他们盯着宪兵团干什么呀 他们要真实盯着宪兵团 那他们一定是被雇佣的 张迟 为什么 难道暴春鸟暴露了 应该不会吧 根据这几天的情况看 张迟肯定是对宪兵团内部有了怀疑 才派流氓盯着宪兵团的 那怎么办呀 先不要鲁莽行事 再等等暴春鸟的消息吧 免得我们帮到吗 尤其小马 以后你不要乱跑 少给我惹事 听见没有 知道 来 直播 我找你有点事说 好 直播 那批货对面已经收到了 请让下送信来说谢谢陈司令 太好了 现在的情况是 根据中央的精神 最迟这个月底 我们就要过江了 先前部队已经到了江的对面 可是 陈华远这边迟迟没有动静 上面的意思是 能做工作就做工作 如果做不到 就要做大的准备 所以 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一面积极策反 同时也要搜集江防情报 你在司令部里工作过 抽空 把你能够记住的公事分布 部队调访 集养情况整理一下 好 我今天晚上就开始工作 另外 你离开司令部以后 我们在司令部里的眼线就断了 上面的意思 让我们在司令部里再发展一个内线 我和成功部的方部长商量了一下 你提供的那个梁东哥的情况 我们非常感兴趣 不知道你认为梁东哥这个人有没有可能 梁东哥是个热血青年 他跟我说起过 当年在中央大学曾经参加过进步活动 他这个人正直义气 对张诗和国民党内部的黑暗 早已经深无痛绝 上次的会谈 就是他和陈怀远的弟弟和夫人一起推动的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发展前途的 另外我听他说 司令的夫人 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参加过革命 还坐过牢 是陈司令通过关系才把他救出来的 因此 使徒受到了影响 而夫人还曾经想过去延安 是因为司令的阻拦 他才没有去城 所以我想 这些人的思想基础都是好的 还不是简单的做墙头草 利益权衡 而是属于有信仰 有追求的人 所以我希望 我们能加紧工作的力度 尽量避免通过打仗来解决问题 好好好 你说得好 你的意见我也同意 那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 你要在适当的机会 再去联络他们 注意安全 是 怀秋 来这么早啊 大嫂 我大哥呢 在书房呢 大哥这些天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 不表态 不过能看得出来 他还是对共产党不满意 害怕共产党跟他算旧账 那我去劝你他 怀秋啊 好 他最近的心情不好 最烦别人说那面的好事 所以你说话的时候 要掌握点技巧 别适得其反 好 好 满远 怀秋来了 大哥 怀秋来 正等你呢 好 你们哥俩聊着 我给你们倒茶 坐 花球 最近前线有什么动静 情况不太好 马成辉的防线就在我们后面 不管什么事 他们都想过来插一杠子 大哥 这明摆着万荣举根本不信任我们 这最危险的地段让我们守着 后面还摆个监工 您说这叫什么事啊 大哥 我看我们还是尽早考虑起义的事吧 你啊 想的还是太简单 我现在已经被共党列为战犯了 就算是过去 只能是投诚 你想想 这是好结果吗 大哥 你太不了解共军了 即使是战犯 如果起义有功也会受到重视 这点我了解 我有我的想法 现在还是稳稳神吧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大哥 你这样犹豫不决会错过时机的 什么时机不时机的 城下之盟 秋后蚂蚱都一样 我们不能就这样放弃啊 现在是我们找出路的时候 是我们求人家的时候 我们应该积极主动才行啊 求人 我现在手里有四万人的军队就是打 也不那么容易 也不那么容易 你啊 还是太年轻 你记住 上杆子 上杆子 做不成好生意 我现在手里还有些资本 我知道 几方面都在打我的主意呢 大哥 你真糊涂啊 共产党是靠真刀真枪打下的江山 跟那些靠拉拢利用的人不一样 行了 我心里有数 你不要说了 大哥 好了 你累了一天了回去休息 军部不是还等你做报告吗 我就不明白了 你到底在等什么呀 到秋后还不是给万荣举当炮灰 给他们陪葬 你说什么 怀秋 你先歇着吧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不急 你得你 不急 你不急 吃 你不急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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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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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训练就到这儿 专业计划 加油 开始 气标准开 准备 准备拿衬 手牌带走 阿宝走 弟 训练都完毕了 你还不回家呀 我待会带回去 我不想让他们看见 我跟你一块呢 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取点东西 取东西 你到我家取什么东西来了 这哪是你家呀 这是我叔叔的家 香雪 你今天是怎么了 说话跟吃枪药似的 我就是吃枪药了 怎么了 楚香雪 你不能走 干嘛 你跟我说清楚 你到我这儿到底干什么来了 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我的天哪 怎么又怎么了 他唱我不在家 到我屋里论翻东西 我刚才就告诉你了 这不是你的家 是我的家 我叔叔的家 你还敢捐药 你把东西拿出来 我死你 行行 我亲眼看见 你把一东西藏在你身后了 你心里要是没有鬼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拿出来呀 什么 香雪 你有什么事啊 你要是没拿什么东西 你怕什么呀 不是 你拿他干什么 叔叔你忘了 明天就是清明节了 你把小婶给忘了 你简直是胡说八道啊 那我家来 根本就不是找相片来的 你又说错了 这不是你的家 这是我叔叔的家 畜香雪 你没打没响 那你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你 香雪 你香雪 我告诉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你就是个小婶 你放开我 开门 你把门开开 滚 劲还挺大 我爱你 这个女孩 这次是让我闭上 你按下 你怎么抓错了 我看你 不でき不合理 是 那你 你 他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着兄弟们跑跑步 出处操 我还能干什么呀 张池这每天挤的我 你怎么也嫌弃我呀 你昨天还对我温柔体贴 怎么今天就嫌弃我呀 行了 我走了 回来再替你啰嗦啊 行 你们忙吧 你们都有事干 就我没事干啊 那张电报趁指向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楚香雪的心头 李曼娥撒泼打滚 泼皮蛮横 如此强悍像块滚刀肉 让楚香雪实在找不到下手的办法 虽然她表面上以李曼娥唇枪舌剑 你有来言 我有趣味 但她心里却油然而生一种恐惧 也是她头一次感到的恐惧 她遇到了最强劲的对手了 这么快就回来了 你这又干什么去啊 我跟你说话 你 不是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个门呢 你到我们家不是也不敲门吗 以后走路还是出点声啊 我当是鬼呢 形容方可是中华女子的美德 您就算了吧 都一脸褶子了 还装什么女子呢 充气量也就是装神弄鬼 怎么了 找我有什么事 不是要给我小婶上坟去吧 香雪 你别这么说话啊 你本来也不是刻薄的人 再这说了 弄刻薄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哎 香雪 上次在叶老爹那儿 你不是说喜欢喝这茶叶吗 你也不跟我要去 这种好事啊 不用想着我 那怎么能行啊 怎么说我也是你小婶啊 我小婶早死了 被我叔叔气死了 那正好啊 正好给我空出地方来 不过香雪 我还真的好好地谢谢你呢 谢谢你提前我明天是清兵节 我会跟你叔叔去上坟的 对了 香雪 你要是喜欢喝这茶叶的话 就跟我说一声 千万别客气啊 那我就走了 走啊 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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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走 走 走 别走啊 别走啊 慢走啊 说了没事 下次再爷会来 哎 要不要换个地儿试试 首先 我知道个地方啊 真的 对啊 哎 哎 兄弟 平平常啊 来这儿拉回来了啊 是有点 但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比你们好 是吗 哎 有事啊 怎么兄弟们 想活动活动 哎玩玩啊 来 哎 哎 哎 都是你没听响的啊 都是你妹弟小的了 我把爷爷来一换下 哎 哎 哎 我听说你那最近来了笔新活 跟爷爷说说 有有 不过不是我们的人 我只知道他们接了个好活 他们是谁 游柱是他们 什么活 不知道 爷爷 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搞得很神秘 好像是官家的活 他们都去了县平台 游柱是谁 我不认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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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抢劫 有人抢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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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马绝对没有想到 她好心救下来的这个女人 是一个定时炸弹 人呢 我明明就见她跑进这巷子了 这是死巷子 你肯定看错了 我绝对没看错 她是不是进那个小院里去 凉的跟丢的 这本有个马骨组在哪儿才管 反正呢丢了就丢了 走到我三个馆吃饭去 你还有心思吃饭呢 瞅着你那熊胆 有我三个你怕什么 那馆子是我三个的地盘 到了那儿老子谁也不怕 对不起太累 刚才吓着您了吧 没什么 那两个人是谁呀 他们是当地的破皮流氓 刚才我看见她跟踪你 所以情急之下 她抢了您的包 对我的包呢 实在对不起啊 我有些失态 没什么 我都明白 这世道太乱了 有时候吧 带点钱总是提心吊胆的 你说是不是啊 是 这里边就应该是 丑段庄的后院了吧 对 没错 小马 从这里走就可以通向前门了吧 对 来 我送您 谢谢你啊 小马 还是你对姐姐好 回头啊 我一定包一个大大的红包送给你 其实 我真的没有带多少钱 不过你也知道 我们这生意人呀 都是事前如命的 太太 我是不会徒财害命的 小马 你可真会开玩笑 以前我就觉得你特别的亲 我都把你当成弟弟了 还怕你打我什么主意啊 我告诉你 你想不让我光顾你都不行 谢谢你啊 小马师傅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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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哪 太客气了 咱们都是自己 都是生意人 温馨 哈哈 哎 哎 小马 这是什么味儿这么臭 哦 不能啊 是那边毛黄的味道 来 您这边请 哎 好 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 回头啊 我一定好好地谢谢你 哈哈 哈哈 来 这边走 哎 吃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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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Ernst 你是老干吗 你 愿火种了 昔日上海滩有名的私家侦探 如今沦落到这个模样 也真是怪可惜的 你是谁啊 怎么找着我 你不用怕 我不是杜月生的人 你不用问我是怎么找到你的 你帮我看看 这上面写过什么 不知道 这个你总该知道是什么了吧 这样看不清楚 你最拿手的 不就是在别人信件的衬纸底下 窥探别人的私人秘密吗 你怎么又看不清楚了呢 我得拿我的东西才能行 那你的东西在哪啊 这你就别问了 要是行 你就明天来一局 不行就 就拉倒 我不是来追杀你的 你能不能帮帮忙啊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你能保管的好吗 我以我大人探的名义 大宝 还不行啊 你记住了 明天这个时候我来去 随你别吧 上车吧 我白天都在这喝酒 整个一醉猪 你还没有 你都在这儿呢 还有一点 我打死你 没有了 我给我吗 我给我给 我给 我给我拿我拿 别打我眼儿吧你 我给 我给 就这个吧 别的就没有了 我都给你们了 今天侦探梁运气好 本来以为被那两门甩了 他还自己送上门呢 还白坏坏的大洋 咱们把这纸一交 哪有省钱呢 一张破纸能换着钱吗 你也能瞎了 就因为这张纸 那娘们儿才肯出这么多大洋 大洋呢 快点 既然一般儿了 废话 不得给我三哥点啊 要不是我三哥开的馆子 你还大洋呢 也会差不多 快点快点快点 马国贝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别惹事 女士要冷静 你怎么还这么龙马 他派人跟踪 那我看着不管啊 那他要是暴露了 那可怎么办 你以为包春鸟那么笨吗 他当时只是被跟踪 还没有暴露的危险吗 你这么一做 搞笑他变得更加可疑了 你就不会悄悄地跟着他 找个机会 给他提个醒吗 行吧 那个楚太太 到底是不是包春鸟啊 哎呀 就是他 不然那些人 干嘛要跟踪他啊 要是说起来 想想很多事情 确实也跟他有关系 没错没错 就是他 好了 都别说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干咱们这一行 不能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更不能乱闹乱动 对不起 陆主任 我知道错了 算了 错也做了 以后遇到事情 一定要考虑周全 听见没有 知道 你们记住 我们跟包春鸟的关系 是不接头 只是通过情报站里传递情报 互相不知道各自的身份 我也理解 我们一见到自己人 就好像见到亲人那么高兴 我更理解 你们老是猜测包春鸟的身份 包春鸟也在猜测谁是他的同伴 但是我坚信 他是绝对不会违反制度的 所以我希望 你们以后一定要克制 陈长官 什么事 这是我今天拿到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这么一张废纸 是啊 陈长官 您不是让我跟踪那女的吗 她把这个纸交给了一个猪头 让我 让我给抢来了 你们两个废 你 看这儿我 住手 怎么回事 杜长 您看 给他 快滚 这不是宪明长的易电纸吗 李漫娥哪咋有什么用啊 就是 一张烂纸 是 住手 不会是有什么情报吧 其他人还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特别的 楚团长就是操练士兵 楚秘书基本上就是叶老爹的店 和陈怀远的营币 他还去找那个梁东哥吗 是 可是 梁东哥 不太理他 嫌他是咱们的人 自命情高的家伙 还有 周祥林和几个军官经常出去玩 他们去的地方和接触的人 也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 那这么说 最可疑的还是李漫娥呢 要不要把他扣起来神神看 这张纸上 我只看出一个信字 你能看出什么 看不出来 就是 光凭一张纸能说明什么呢 李漫娥是什么人 你抓他 他能怪怪的招呼我们 那这么说 这个情报是没用的 不 有用 赏钱召回他 这个情报 已经告诉我们很多了 我只知道李漫娥很可疑 可别的看不出什么呢 还请组长民事 你说李漫娥 到了放生后接下来就消失了 那么就不排除也能接应他 如果他是共同 那么接应他的能是什么人 我们就顺着这条线摸起去 肯定会找到大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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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